七個國家 探訪了五十三個民運人士 讓他們能夠親身講述他們參與八九六四民主運動的歷程 這個真相 還有他們流亡二十年後的掙扎 他們的感受是什麼 這些流亡二十年的人士 對中國仍然抱有極大的理想 希望能夠一生當中再貢獻於中國 因此他們拿了外國的護照 有好的社會福利 但他們仍然心念著自己的國家 包括有二十一位學生的領袖訪問 或者是二十三個知識分子其中一部份的人 去講述他們流亡二十年這種經歷 我們在二十年讓這些人親身講述他們自己的歷程 而使得這些作為一個見證集 一代前一代這樣傳作流亡 你可以真正能夠看到他們流亡生活的這一種真切的感受 我希望我們不會忘記這些流亡海外的民民人士 多謝自己 我覺得坦官在目前能夠真正踏入自己的國土 在特區的地方 就是來香港要需要同胞當時的台胞證 或者要落地簽證 唯一是他拿著中華民國的護照 是可以去台灣 是可以去澳門 因此呢 他在昨天十點多鐘就已經發了一個聲明 他願意闖關 他去中聯辦自首 如果假如他是有犯法的話 政府可以抓他 他願意回去讓他能夠見到父母 或者父母見到他 因為已經二十年了 所以呢 他很清楚今早 他在這裡橫抗之下 不願意遣班當中 是在澳門過了一晚 今早呢 他回到台灣 應該三點兩鐘 他已經到了台灣了 應該是安全班底台灣 這一種就可以試 我們希望以後都有這一類的民運人士 特別是那四十四個人 二十一個學生領袖在通緝名單 還有二十三個在通緝名單當中的知識分子 我們希望他們會嘗試能夠回家 一方面要證明這個通緝令究竟還有沒有效 八九六四二十周年 究竟這個通緝令本身仍然有沒有效 這些人還是被通緝當中 這個很容易試的一個水溫 OK 好 多謝 自從以香港學生的身份 離開北京天安門廣場之後 在這二十年來 我一直都沒有離開過民運的工作 在海外搞民運的確是很不容易 但是 無論是多麼辛苦 多麼格涉 來的人幾十 一百或者幾個 我們都繼續堅持下去 原因有兩個 第二個原因是 我沒有忘記到 我是 是怎樣離開天安門的 二十年前 我作為一個香港學生 我們 以香港學聯代表的身份 先後兩次去了北京 第一次 我們是去做調查的工作 因為 我們 在 完全打算去 去支持中國的學生之前 我們 要很清楚 這個是一個純粹的 自發的學生的運動 是沒有任何的政治背景的勢力 在那裡影響 那麼我們上了去一個禮拜之後 見過很多的學生 見過很多的 聽過的開會 還有接觸過很多的市民 我們知道 這個完全是 學生自發性的 愛國民主運動 於是我們回到下來 就是全力這樣 是展開我們的籌款 籌款的工作 或者是其他的靜座 或者是遊行的工作 來支持他們 第二 第三 我第二次去北京天安門 也是作為香港學聯的第三個 第三個代表團 的成員之一 那麼 我在這 我今天 主要是作為一個 的 見證人 向你們講述 6月3日晚所發生的一切 我在這 在我講述我見證之前 我要強調的就是 由我4月初第一次去天安門 至到是6月5日離開天安門 或者是6月4日的凌晨是離開天安門 最後那一刻 北京的學生和市民 他們由始至終 他們都是堅守著一個信念 就是和平 理性 非暴力 一直都是他們緊守著和平 理性 非暴力的一個方式 來希望和中國的政府展開對話 要中國政府正視中國千瘡百孔的問題 結果他們所得來的對待是怎樣呢 在6月3日晚大概是9點多鐘 我和香港學聯的幾位同學 在北京飯店 去到北京大堂 就準備出去 是北京千瘡門趕場 是和學生一起 那時候的記者 有很多記者和我們說 同學你們不要去啦 我們今天收到可靠的消息 今天軍隊一定會進來清場 那 我們 當時的氣氛很緊張 但是我個人上面 內心都很平靜 原因之一就是 軍隊不是第一次入場的了 那個傳聞 而且 在這個6月3日幾日之前 我亦都親眼見到這個少年兵入場 亦都是我們親自是將它阻截到 是令到他們沒有入場 而且在整個戒嚴的期間 軍隊都很多次入場 但是都是給北京的市民 的血肉之軀 和他們那種的 一片的愛國擔心 來說服他們沒有進場 因為北京的市民 當時是躺在 這個坦克車或者是軍車前面 也都是 不斷地 和那些軍人說 他們真的不是 政府所說的顛覆政府 不是暴徒 他們是和平 理性 非暴力 罵不還口 打不還手 後來我們幾個同學 去到天安門廣場的指揮部 我們見了柴玲和吳爾開希 想去了解那個情況 和吳爾開希在聊天的時候 這個廣場的指揮部的廣播站 就傳來一個很激動的同學的聲音 我同學就說 各位同學 我在城郊那裡回來的 軍隊真是入城 他們是河槍實彈 他們真是向我們開槍 我現在手上 所拿的就是一件 我旁邊同學的一件血衣 同學 他們真是入城 他們真是向我們開槍 我們很緊張 很害怕 很不知所措 但是我們心裏面都知道 正正是因為已經有同學犧牲了 我們更加不可以退縮 我們要和他們一起同生共死 我想香港年輕人都很珍惜自由 但是大家記住一件事 在內地連記憶都可以鎮壓的 大家想想整個六四的記憶 在內地是完全出不到的 所以內地的年輕人 是不知道六四發生什麼事 所以如果在香港 我們珍惜自由的話 我們真的要好好用我們的自由 去悼念六四 去表達我們是沒有忘記 和表達我們是繼續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 我們是有的自由 我們在香港 我們不會因為我們自由去表達 而會拉人封艇 要坐牢 甚至殺頭 但是在內地 大家想想 他們有任何不同的意見 而隨時會喪失了他們的自由 所以我們香港真的要好好珍惜 大家如果不用自己的自由去爭取 我覺得是對不起六四的死難同胞 當然我們都看到了 教科書不會講六四 也都對這個政府 我們都不要有期望了 要靠就靠自己 但是有一個好好呢 香港就是 大家其實現在在網上這麼多資訊 所以年輕人如果他要知道六四 我覺得完全是可以拿到的 所以我想我們香港就有這個可貴之處 就是我們可以拿到這些資料 但是更加緊要的呢 希望不要只是拿到這些資料之後 就算 而是真的大家可以走出來去行動 然後化我們的悲憤為力量 還有呢 始終這個爭取中國民主 這條路呢 是要一代照一代去進行 平反六四未必是明天可以完成 但是這個目標如果大家認為是對的 就希望大家一起走這條路 你一定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 如果你要有獨立的思想呢 你要有一個求真的精神 你求真是不是聽人單方面講 所以呢 我們是不怕可以公開大家討論 不怕理性地討論 而不是閃縮地 而不是詭計地有陰謀地 是講你自己單方面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真相 我們可以來到這裏 看一下今晚有幾多人 或者這二十年來 為什麼會有人繼續在這裏做一件這樣的事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在二十年來 是不斷不怕辛苦 去追求一件事 他們為什麼東西 那這個才是呢 真真正正求真 而不是好像陳一鶴 呂智偉 或者這個真玉成 這些這樣的人 那種這樣的言論 或者他們那些這樣的 是非顛倒 去歪曲時辰 所以我在這裏呼籲 如果是年輕的一輩 你們應該是有求真的精神 但那種求真的精神呢 是要自己去思量 而不是聽一邊的說話 是全中國呢 是有一個都幾荒謬 恐怖 不治的一種這樣的思維 就是說原來 出來支持平反 是一個支持平反 是等於推翻一個國家的政權 這個是錯的觀念來的 第二就是原來我們 出來支持六四平反 是原來是要有後果的 原來是要什麼一些呢 責任呢 是會 譬如說我聽過 我聽到北大一些學生 他們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們就說 喂 我站了出來 我被人認得 我是會沒有一份工 或者將來很難找工作 這種呢 是一種白色恐怖 而這一種呢 就是抹殺了一種追求真相 或者一個歷史真相 一個追求的機會 為什麼一個國家 可以令到那些人民 這麼害怕去面對歷史 面對真相 面對事實 這個才是我們年輕人 要去想的一個暴行 不是因為今年是二十週年 就算今年是第二年 我們都要站出來 就算今年是第三年 第四年 我們都一定是這樣做 不是因為它是二十年 有什麼特別的日子 它只要一日未平反 這個活動 這種追究屠城責任 我們都要去追究 我覺得就是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可能在某些書籍啊 或者教科書啊 都很少提起六四這件事件的 我就想我是以新教的目的 我會告訴現在的年輕人 在二十年前發生在天安門六四 這件事件呢 是一個悲劇 因為我當時在電視機 我哭了幾天 很有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也想每一年 都會來到悼念一下 當年六四的四年 你覺得對年輕人來說 透過每一年 這種晚會 可以帶了什麼給他們 還有他們可以帶了什麼給這個晚會呢 很重要的 因為六四這個 這個祝國晚會呢 因為只可以在中國的地方 能夠以一個祝國晚會去導演 唯一只有香港 或者澳門 我們每年都有這麼多人不理 就是告訴他們一個目的 就是這個事件 是大家年輕人都可以忘記 還有這個歷史的教訓 所以我們不知道有某些的真相 但是以我的理論就是說 中央政府是不可以用這樣的手段 對政府一些手無寸臂的學生的 我也都告訴現在的年輕人聽 我們這個晚會呢 就告訴他們香港人會忘記 要年輕人多些去尋找多些資料 去了解一下這個事實 變質是不會的 而是多了素材 而是多了訴求 就是我們可以再多些知道 趙子良死了 是的 她有一個這樣的錄音帶 握了出來 我們可能會想要更加多些資料 在這上 還有曾蔡英權她說回這個說話呢 也都會牽起很多年輕人 你不可以代表我們 因為曾蔡英權 只是有800個人一個小圈子的選舉 產生出來一個特首 她不可以代表香港人 她只可以代表800個選舉 而不是代表的人 我希望年輕人就好像我年輕的時候 對於五四運動 或者對於七七六溝橋事變 南京大屠殺 我作為年輕人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什麼事 也都不知道什麼叫南京大屠殺 不過我們的老師 我去圖書館找書 看到很多關於日本人的醜陋的一面 對歷史要做一個見證的話 我想年輕人除了上網玩遊戲 玩其他的Facebook之外 都希望花一點時間 去了解一下我們屬於中國人的歷史 因為以歷史為鑑 熟讀歷史 或者認知歷史 是能夠將過去的錯 能夠在未來盡量改變 盡量不要犯同樣的錯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年輕人 多些對六四的問題 多些思考 多些看一看書 希望他們能夠了解到 有一個獨立的思考 就不要讓太多不同的人 可能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方法 誤導 說六四沒有屠城 說要經濟著想 不需要再看之前 望向遠景 我希望年輕人是有良知的 年輕人是可以利用他們獨立的思維 多讀書多思考 我們就對於年輕人信心很大 因為年輕人是很大的潛質 所以我們近這十年八載 由六四十周年開始 支聯會已經開始用一個叫做 接好民主棒 大家伸火相傳 來作為對六四一代全一代 希望不要將這個歷史為榮 所以我希望每一年的六四的燭光 我相信就算沒有入場的年輕人 當他看回報紙 當他上網看回今天 我們燭光晚會的一個狀況 我相信都希望能夠觸動到他內心 來去認識六四是甚麼事 當然今天如果有年輕人在場 我們都希望給曾蔭權或中央政府知道 香港是一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地方 我們香港有我們獨特 對追求法治民主的理念 有一個獨特的看法 香港和其他中國內地的城市 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仍然在六四晚上 我們很驕傲 是點起我們的蠟燭 一起去為六四的死難者而道別 這些在其他國內的城市 沒有一處找到 我覺得最近這四五年 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可能我們特別是為年輕人 都做了不少事 我們都有知青組 年輕人 而且可能在時事上看到很多 例如去年馬力就說 這個坦克車 好像滾那些豬一樣 這些令人痛心的言論 今年就有曾特首 經濟為主論 這些都是我相信令到某部分的年輕人 都激起他們覺得 究竟六四是甚麼 所以 逐年逐年 我們是越來越有樂觀 覺得我們的年輕人 其實不只是會玩的 他們都是很有良知 特別是大學生 你看到大學生最近 或者港大繼續是生火相傳 把他們在太古樓外的行人路上的幾個大字 是平反六四這些 仍然是每一年都加些油上去 我知道當日寫這個字的 現在做的老師 他作為老師 就影響到學生 而今天這個學生 就是我們今晚代表支聯會 支稱組 作為我們大會宣言的宣讀一位同學 所以你看到 這個就是生火相傳的效果 一代全一代 接好民主派 這個就是我們支聯會 希望平反六四 我們這一代未必看得到 你們這一代 如果都看不到的不幸 都希望你們的下一代 用大家一齊的方法 為下一代 一代全一代 接拍下去 因為我們是一個 自己組在一起的 拍片的團體 算是 就打算記錄自己 因為我們是大學三年級的 就是最後一個暑假 就想記錄我們人生裏面 有什麽重要事件 雖然我們那時候 都是剛剛一歲 但是就 因為這件事 我們香港人都參與了幾多 我覺得對 民主發展各樣都有影響 所以是 因為我們自己 都有自己的意見 就來拍一拍片段 然後再剪輯 再加一些自己的感受 我們個個都不同 你呢? 我自己是第二次來的 那對上一次都 只有中四 是多了年青人 我也覺得 因為之前來的 都是比較 可能就是 當年六四那時候 是有留意著這個新聞 那個年紀的人多 那今年 我現在未正式開始 但是也看到有很多小孩 那些十多歲的來拍照 來聽一下 黃毓文的說 那些 我覺得好像是 比以前廣闊了 那個留意的人 都是父母 那些年媽媽也有帶你來的 沒有 他們自己說 其實我父母就不贊成 就是以前香港人怎樣 支持六四 或者支持學運的 那我都是聽完之後 覺得有些好奇 才去 找回那些資料 還有看那些紀錄片 那我想可能 我們作為在那一年 就是我們今年 我是今年一年 剛剛由大學的同學 那我作為那一年的同學 那我覺得 可能大家對六四這件事 未必太了解 未必太清楚 或者是對一些歷史的真相 真的不太清楚 但是我覺得我們作為學生 承傳了那時候 八九民運 那時候那批學生的 一種學運的精神 我們都應該走出來 在這裡告訴世界不同的人 或者是香港人 其實我們這一批的學生 依然是有那種精神 還有其實我們都應該 為了去平反六四這件事 出一分力 因為當年的中央政府 其實確實有 決心鎮壓到一些學生 那其實他們 需要不需要出來 承受這個責任 或者承擔這個責任 我覺得不可以斷斷地 因為經濟的發展 或者一些 給到香港的一些利益 就去淡忘了這件事 反而我們是否應該站出來 去為了這件事 去發聲 慢慢地去爭取更多呢 因為畢竟這件事 其實爭取了二十年 其實這個 我是香港大學 社工社政學系的 其實這個是我們 系會的設計 我們也有不同的東西 有一塊黑布 還有不同的民主棒 其實這裡寫了我們 不同的訴求 其中包括就是 可能我們這一代 對六四的事件不清楚 是因為中學的教科書裡面 其實沒有提及過 或者是只有幾個字 其實會不會是 在教科書上面 可以真的加回 六四這段歷史 去承認這段歷史 真正的發生過 還有告訴這一代的學生 到底六四發生過什麼事 還有可能一些 就是針對之前的 可能真任權華 代表著這麼多香港人的言論 是一些 例如經濟的發展 就可以 可能是 慢慢地淹沒了 大家是要繼續向前看呢 我們覺得並不是 反而是 一些歷史的責任 我們都應該繼續承傳下去 而不應該是淡忘了這段歷史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來的 因為我想最主要的問題 都是在中學 或者甚至是 剛剛未入大學之前那段時間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了解過 還有沒有什麼途徑去得知 反而入到大學之後 是有更多不同的論壇 不同的方法去得知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在今年上 其實我對上五三一都有一個遊行的 我覺得今年 可能是因為二十年的關係 八九年的學生是多了出來 還有其實網上都有不同的途徑 去代表這件事 或者去為了這件事去宣傳 我覺得這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因為其實可能真的出生那一年的同學 是不知道什麼事 因為他們剛剛出生其實都未清楚 或者他們家人其實都沒有 告訴他們 到底當年發生過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 今年是一個挺特別的一個標誌 可以是 真是作為一個 可能是一個民主進程的一個里程碑 因為 就是越來越多學生 願意出來發聲 更成全當年的精神 我覺得生活上全是做得到的 因為我很想下一代都知道 中國有這件事發生過 這件事對於中國人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件 所以很應該讓下一代知道 所有的真相是怎樣的 女兒都是小的 現在就是先去了解這件事 真實的內容 情況 看她大一點 可能她才明白 現在來 現在她都是六七歲 讓她知道 有這件事發生 特別想和現在的年輕人說 希望他們 因為他們不是那一代的人 他們可能對於一些資訊 需要多一點的分析和了解 不要只是順一面的說法 讓他們特別是那些 上一代人說的那些資料更加重要 因為他們親身經歷這件事 大家好 經過剛才這麼多的訪問之後 對我個人來說 這個月中的感受就是 身為年輕人 應該來這個晚會走一轉 因為有些人可能覺得 剛才訪問也說到 有些人可能覺得來這個晚會 是一定是支持某樣東西 或者反對某樣東西 可能是反中共 或者反政府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這是接收資訊的一個方法 就好像你上網去Google 搜索一些東西一樣 你這裏是一個親身的體驗 是給教科書人家 好地了解一些事情的真相 最後對於是 怎麼總結你的看法 是事後的事情 但起碼一個這麼近的地方 你不需要坐飛機 你可能很近 一扭張樓車 一起走到一個地方 一個一年一次的聚會 一個有二十年歷史的聚會 大家是很應該來這裏走 去參與一下 當它會接受資訊的方法來講 去看一些大家想看到的事情 或者大家沒有想過會看到的事情 去增加你的特性機率 去清楚知道這件事 還有達到今次晚會的目的 就是新火上傳